大家好,我是Stan 曾经以Ig1活动的日本成员Naku与Hitomi 将会再次挑战以K-POP女团出道吗? 2021年4月Ig1解散后 Naku重回日本女团HKT48 成为西位成员 并在本月毕业 而在上个月 她还担任了SBCM的韩日合作选秀节目 The Idol Band的主持人 Hitomi则是重返AKB48 成为西位成员 去年7月 她还首次以演员身份主演了一部日本电视剧 而在4月19号 韩国一家媒体独家报道了 Naku与Hitomi将参加NN女爱豆生存节目 Quindom Poji的消息 Quindom Poji是将女团出身的爱豆与正宁女团活动的爱豆们 透过竞选像拼图一样组成国际限定女团的节目 而昔日的同伴Naku与Hitomi 也将以个人身份参赛 争夺最终出道席位 对于两个人的参加消息 N则是回应 整体的选角正在进行中 现在难以透露更多的消息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喜欢两个人所以很欢迎 但是又怕他们来了之后会受到伤害 应该只是测水温的新闻吧 Naku与Hitomi两个人在日本活动都很活跃 有必要再来参加选秀节目吗 两个人不是在日本都要走演员路线了吗 想到Hitomi非常努力学韩文的样子 真的想要应援他 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 只是这种可能会出演的新闻就能引起话题 真的很高兴 所以对于Naku与Hitomi可能会出演Kindom Project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Aibu的安科舞台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4月18号 Aibu与IM在音乐节目特首拿下了异味 而之后成员们进行的安科舞台 在韩网引起了热议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一开始听I am这首歌的时候 只想到了两件事情 歌真的很好听 不过这个会不会又在清唱的时候被黑呢 但是在看到出演YouTube来部影片 在音乐节目开麦也非常厉害 让我很惊讶了 应该是真的很努力练习了吧 安科舞台虽然本来就很厉害 很普通吧 高音是拉很高 但没有说唱功很厉害 不过这首歌本来就很难 大家都好像真的很努力练习了 但秋天需要再努力 理解语金真的很厉害 以色也很安定 强王友非常进步了 但是秋天还是一样 卡尔虽然前面有点紧张 但是后面越来越好了 特修是所有音乐节目中 以安科环境最差而有名 所以这程度的话真的很不错了 四代爱豆们的歌唱实力都平均下降了吗 这种程度也说唱得好 哇 竟然说这个唱得不好而抹黑 这么高音的歌唱这么好 没有一点AR清唱能这种程度的话 不就是想怎么样都抹黑而已吗 不管好不好 那么努力的练习歌唱 还练习舞蹈 在音乐节目拿下一位 与粉丝们快乐的舞台 你们也想要抹黑吗 这些只盯着安科舞台看的坚定师们 能不能不要看呢 在两个饭圈论坛的2000多条的留言中 大约7-80%都是正面的留言 反应真的很不错 所以对于Ivo I am的安科舞台 华语圈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